下半劍峰時段國道上車速相當慢 待命女子竟然騎著U-bike 在路間一路往前 絲毫不受塞車的影響 其他民眾看見相當傻眼 怎麼會有腳踏車出現在國道上 趕緊拿出手機來錄影 並且通知警方 事發在上個月27號 國道1號林口往泰山路段 國道警察後報之後 趕緊出動攔截 警方第一時間在B車灣找到她 順利攔到人 發現她是一名南非籍的女子 因為導航設定錯誤 才會不小心把U-bike騎上高速公路 立刻讓她上車再下國道 不過騎腳踏車在國道上 已經明顯違規 雖然是外籍人士誤闖 但還是得開罰最高6000元 不過幸好這期誤闖國道的意外 沒有釀成車禍 也沒有釀成其他車輛行車危險 或是塞車的情況